泰国消费者网购美容产品的行为分析 外表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 在泰国每年有越来越多的人购买美容产品 泰国的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市场预计将以每年7.7%的速度增长 随着该国日益增长的互联网普及率带来的生活方式的改变 越来越多的泰国消费者开始转向网上购买美容产品 为什么泰国消费者会喜欢线上购买美容产品 2018年泰国ecomerseek beauty survey的数据显示 价格是一个重要因素 在1874名受访者中 有25%的人认为折扣是网购美容产品的首要原因 其次是免费送货24% 泰国的消费者选择网购美妆产品的因素分布 根据泰国等东南亚发展中市场的经验 消费者往往对价格敏感 泰国银行BOT报告称 该国的平均工资约为13789泰铢 与我们的报告相符 35%的受访者的月收入低于1.8万泰铢 因此大多数泰国人喜欢免费或低价的东西就不足为奇了 尤其那些不是日常必需品的东西 2018年第二季度按职业分类的平均工资 泰铢消费者选择网购美妆的原因 除了价格优势和免费配送 还因为在线有更多品类可以选择 特别是在地铁没有通达 店铺不多的地区 消费者会在网上购买哪些品类的美妆产品 总体而言 泰国人主要在网上购买护肤品 31%和彩妆31% 可以理解的是彩妆主要由女性购买 而男性和第三性别的人则主要在网上购买男性的美容产品 泰国消费者线上购买的美容产品类别 暗性别分彩妆 在泰国售线上客户欢迎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互联网上有足够的彩妆产品信息 无论是来自美容博客 视频博客 还是来自消费者的产品评论 YouTube上的化妆教程 视频的搜索结果 36%的受访者表示 他们不网购 美容产品的主要原因 是缺乏接触和试用的机会 导致对产品不了解 因此 在线提供全面的产品信息 可以帮助他们解决试用的问题 泰国消费者 选择不网购美容产品的五大原因 另一个原因是彩妆的定价 通常比其他美容产品要低得多 对于像泰国这样 对价格敏感的社会来说 他们更可能只购买价格实惠的产品 比如彩妆 这个想法 从调查结果中 也得到数据支持 超过50%的泰国人 在美容产品上的花费 不到1500泰铢 泰国人购买美容产品的 平均定单价值 包括线上线下渠道 大多数泰国消费者 在哪里购买美容产品 在网上购物方面 大多数泰国人 选择在Lazada 30% 和Shopee 27% 这两个东南亚 最大的电商平台上购物 根据网上购物的主要原因 这两家网站的折扣最多 34% 而且消费者发现在这些平台上 购物很方便 35% 因为他们已经熟悉 这些网站 泰国线上消费者 购买美容产品的渠道 Lazada泰国主页上的 价格促销页面 这对泰国的美容品牌 意味着什么 一般来说 泰国消费者 对某个品牌忠诚 并不高 他们愿意尝试 其他品牌 超过57%的 消费者表示 寻找各个品牌的差别 是他们愿意尝试 其他品牌的主要原因 这让品牌有机会 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泰国消费者 尝试不同个人 护理品牌的因素 由于大多数泰国人 通过社交媒体 和品牌网站等在线平台 了解新的美容产品和趋势 因此 利用在线渠道 吸引更多消费者 对品牌方来说 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为重要 社交媒体是泰国消费者 了解最新美容潮流的首发展 然而 在不知道消费者 真正想要什么的情况下 在网络上露面 对品牌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 泰国消费者 在选择美容产品时 首先考虑的是功能 25% 其次是价格 22% 和产品评论 17% 在这种情况下 功能意味着 产品的类型 例如抗衰老 美白 或怒疮治疗 在泰国 受当地审美影响 有美白功能的美容产品 是最受欢迎的 泰国人购买美容产品的驱动因素 归根结底 对消费者来说 最重要的是质量好的产品 而产品评论 已经成为他们决策过程中 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它来自 真正的消费者 再次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